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天开会 外界普遍预测明天将公布 今年内第三次升息25个基点 一直反对升息救汇率的行动党 全国主席林冠英就认为 如果要扭转令吉的颓势 至少要升息100个基点 而这将破坏我国经济复苏 说到底现在升息根本是不合时宜的 林冠英今天发文告解释 根据分析我国可能提前大选 引发了政治风险 同时美联储激进加息 导致美元走强造成令吉急剧贬值 如果国行宣布加息一马 根本无补于事 只会加重人民贷款成本 企业营运的成本和投资成本 影响他们的现金流 如果真的要挽回币值 隔夜政策利率就要加息100个基点以上 但是这么做会破坏经济增长 造成企业倒闭 尤其是中小企业 有鉴于此在林冠英看来 两种建议都是双输方案 国行还有必要生息吗 感谢您的名字 周围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